我也要放生于爱 使人常常因为金钱的诱惑而广造恶业 到功成名就的时候 总认为是自己的聪明和能力所致 然而果报是因缘合合而成的 如果从事杀害众生的工作 那我们的福报一定会打折扣 由多变少 不如意的事会渐渐增多 等到福报用完的时候 灾难就会降临 人们必须自我警惕啊 王阿姨是一位家事中心的管家 他心地善良 且学佛多年 从来不杀生吃肉 并且还规劝了好多故族 跟他一起修佛剑杀 那不是王阿姨吗 对呀 真的是她 王阿姨 请你过来我们这里 你们今天也来放生啊 是啊 王阿姨 自从您来到我家 跟我讲了因果报应的道理后 我就经常来这里放生 多亏了您 我才及时知道了放生的好处 你看 我现在的身体已过去好多了 脚痛的毛病也好了 我们做人要有一颗忍爱的心 不仅仅是对人 对一切众生都要有一颗爱心 因为爱是一切的基础 如果我们没有了忍爱之心 就失去了做人的根本 这样就可能会经历人生中的很多坎坷 王阿姨 您说的非常有道理 快看 长潮了 我们快将铜绿的鱼箱放回大海吧 好啊 有一次 王阿姨来到了陈小姐家当我家 陈小姐最喜欢吃的就是残永 请问有人在家吗 陈小姐 我姓王 是家驶中心拍过来的管家 王阿姨 您终于来了 我等你好久了 真不好意思 让你等那么久 王阿姨 这几天我总是头晕 做什么事都没有力气 现在您来了真是帮了我大忙啊 快 您先坐下来休息一下 不用了 时间也不早了 您先带我去厨房 我可以开始准备午餐了 也好 您跟我来 今天中午的菜我都买好了 王阿姨 今天中午您就做炒饭涌吧 你怎么在吃这个东西啊 你怎么在吃这个东西啊 不瞒您说 五六岁的时候连活的都吃过 味道特别鲜美 不行啊 陈小姐 我不能煮这个给你吃 为什么 你看 他们全是活的 都是有生命的 如果将他们煮熟 如果将他们煮熟 那是杀害了多少条性命啊 残涌本来就是一道菜啊 很多人都吃过的 为了口腹之欲而杀生 可是非常大的罪过 会遭到报应的 啊 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了 其实过去 我也跟你一样 喜欢吃残涌 嗯 好香啊 我年轻的时候 经常煮残涌吃 炒着吃 炸着吃 煮着吃 吃过的残涌不计其数 后来 我突然生了一场大病 头像残涌一样摇个不停 去了许多家医院 到了很多医生 可是这病 怎么治都治不好 那时候的我 非常煮旺 好在遇到了一位 学佛的师姐 她让我明白了 事情真相 夏丽 你这是杀生而得到的果报啊 你以后可不能再去残涌了 啊 难道我这病是因为 去残涌而得到的吗 是啊 你杀生太多 吃下的每一个残涌 都是一条生命 那些残涌被你杀死 吃进肚子里 便产生了报复心 你吃得越多 报复心便越重 遭受的果报便越厉害 珍小姐 珍小姐 我不想让你重蹈我的覆辙 不要再吃它们了好吗 好的 王阿姨 我听你的 珍小姐听了王阿姨的话后 虽然不吃自己最爱吃的残涌了 但是喜欢的海鲜 鱼类 还是仍然在吃 这一天 她又去市场采购新鲜的鱼类 陈小姐 你好久没来光顾我的生意了 你看 我刚进的残涌 个个都是活的 要买一些吗 不用了 我现在已经不吃残涌了 真奇怪 她不是最喜欢吃残涌吗 怎么会突然不吃了呢 这个小姐 看看我的鱼吧 多新鲜啊 要买一些吗 好的 你抓一条最大的给我 好啊 我这就抓给你 然而 就在鱼饭抓鱼的时候 一辆赛货的货车 突然失陪 朝陈小姐住你过来 哎呀 怎么会伤得这么严重啊 唉 别提了 算我倒霉 我正在市场买鱼 谁知道 会被一辆失控的货车撞到了 啊 你去市场买鱼 你买鱼做什么 我现在不是不吃残涌了吗 所以我就想买条鱼 今天中午坐来吃 哎呀 你可真糊涂啊 鱼跟残涌一样 都是有生命的 吃残涌会遭到果报 难道吃鱼就不会了吗 我阿姨 难道我今天的灾祸也是遭到了果报 是啊 陈小姐 你以后再也不要做杀生的事情 嗯 我阿姨 认识了您 我真高兴 您真是佛菩萨派来度化我的 请您带着我一起学佛行善吧 嗯 好的 陈小姐的脚伤刚刚复远 她便跟着王阿姨一起到户外放生 求诸佛菩萨和隆天护法加持 让我能有一颗慈悲仁爱的心 让我能对众生受的苦感情深受 让我能够有一颗观世音菩萨那样的柔软心 从此以后 陈小姐便不再杀生 坚持放生吃素 她的身体也越来越好 身上的病痛也都不治而遇了 陈小姐 你现在的身体已经非常健康了 不需要我来帮忙了 从明天开始我就不再来了 王阿姨 谢谢您 是您让我明白了因果报应 如果没有您的教导 我以后的结果真是不犯设想啊 不用客气了 只要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颗仁慈的心 想到自己就能想到别人 那就一定会身心和谐 家庭和睦的 嗯 谢谢您 温暖的阳光照射在对异盎盎然的地方 在台南的土地上滋养着万物蓬勃生长 坐落于台南市归人区 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治业中华护生协会的八戒护生园区 从高空俯瞰其四周的环境 映入眼延近视绿油油的田地 以及枝叶繁茂的林木群 八戒护生园及位于青山绿水之间的广大平原 风景秀丽 五色风马旗随风飘扬 让依靠在竹林旁的八戒护生园区 更显其生机勃勃 占地1400多坪的园区中 收养了包括104只的狗 以及171头猪 简单地将园区分隔为两个区域 从门口望去 右边是猪肢们的活动空间 左边则是狗儿们的生活田地 两者虽数不同物种 却能安逸地生活在一起 如一座安乐的大家园 稍稍接近围栏 狗儿便奋力摇尾 伴随着此起比罗的叫声 热情的招呼从未减断 展现出活泼的甜性 有些狗儿或许是因为未曾蒙面 显得有些退却 羞涩底蜷缩在角落 然而更多的是眼睛透露出 渴望关爱的眼神 使人发起怜悯之心 在园区工作人员们细心的照顾 及呵护之下 多数收养的狗儿 渐渐恢复丰硫丽的体毛 以及健康的躯体 并恢复与人亲近 当伸手轻轻抚摸它们 便能得到狗狗们热情的甜手回应 而在另一边 猪圈通风的设计 为猪只们挡住酷热的阳光 驱走不少熟悉 猪只发出的声响也不分旋指 有的悠闲地躺卧 在角落休息或睡觉 享受着午后的微风 有的则好奇地张大眼睛望向南外 看见来人便摇着尾巴 并举起短短的鼻子 似乎与人亲近地打招呼 令人深深感受到 不论是猪狗虽然属于动物 却也能流露出与人浓厚的 情感交流及灵性之会节 为了提供八戒护生园区 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 除了感谢海淘法师慈悲的大爱外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 生生不息 以及所有动物们 皆能与此安享晚年 并且永续经营八戒护生园 这片动物们的亲近乐土 中华护生协会广邀您 一同加入护士的行列 让无数刀口余生 及遭受遗弃伤害的动物们 皆能在八戒护生园区里获得重生 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更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华博帐货帐号 42138483 42138483 护名中华护生协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Williams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没有想过超市里为何肉类都摆在冰柜内呢?而蔬果大多总是摆在户外呢? 知道为什么吗?肉类在室温30分钟后就开始腐败,而蔬菜却是两天。 如果照这个公式来演算,人体比室温高出3-5度,肉类在30分钟内不足以让人体彻底吸收消化, 而蔬果却能在食肖内促使肠胃蠕动及消化,更有利于人体养分的吸收,要健康选蔬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